历史超过40年的澳门赛马确定走入历史 澳门赛马会前身是赛马车会 1989年改为发展赛马活动 因为经营不善 以孤独王何鸿燊1991年接手后 不少香港富商影视名人都会特地到澳门观赛 一度将澳门赛马的热度推向高峰 澳门赛马盛况不在 入场人数和投注金额连年下滑 以2003年至2004年赛季为例 巅峰时期可达36.98万人次 进账90.89亿美金 但到了2023年只有2.9万人次 投注金额剩下1790万美元 统计自成立以来 以亏损21亿澳门元 折合新台币81亿澳门赛马会表示 停办赛事后 马场土地设施将无偿归还政府 289匹马则转运外地 决定是解除了澳门赛马公司的 批加合同之后 不再会进行新的赛马经营的公开建讨 新加坡同样今年起 停办历时180年的赛马活动 回收土地新建组屋 随着马迷年龄老化 年轻人兴趣缺缺 加上新冠疫情冲击 动物权益抬头等多重因素下 赛马活动最后只能黯然熄灯 TVB新闻综合报导